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俗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关于大猪蹄子的故事 前女友们的幽灵 男主康纳是个事业有成的著名摄影师 而且他专为女模特拍照 同时因为长相英俊而艳遇不断 久而久之他和很多女人都有染 但他从不对任何女人许下承诺 因为他很享受游戏人间的自由生活 一旦有人对他动真情就会被他丢弃 而他的弟弟保罗则即将走入婚姻的殿堂 康纳自然不会错过弟弟的婚礼 在他看来这或许又是一场艳遇的开始 康纳很快到达了婚礼的彩排现场 一见面他还劝慰保罗现在改变主意还不晚 还故作伟大的说自己会负责帮他善后 言外之意一语言表 但弟弟坚决表示自己爱对方才结婚的 康纳只得作罢 婚礼现场总共四个伴娘 其中只有一个和康纳没有发生过关系 和他青梅竹马的珍妮知道康纳是什么德性 警告他要是敢破坏弟弟的婚礼 就减掉他的弟弟 但康纳并不在意 甚至在婚礼这样的现场 还大肆宣扬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是老套且本该废除的习俗 爱情虽然让人感到温暖 但最终爱情会让人软弱和不独立 甚至让人发胖变丑 显然他的一番话引发了重怒 不过这正达到了康纳的目的 说完之后康纳进了洗手间 却遇见了自己死去多年的叔叔 叔叔年轻的时候 也和康纳一样游戏人间 金钱派对和女人简直是信守年来 所以叔叔一直是康纳的偶像 但让康纳没想到的是 叔叔既然提醒康纳 别学他浪费生命 那些物质上的虚荣 没有一点值得留恋 同时叔叔提醒他 今晚会有三个女幽灵找上他 帮他找回一些他遗忘的东西 说完叔叔就消失了 康纳觉得自己一定产生了幻觉 很快将叔叔的警告抛之脑后 接着他就勾搭上了一个伴娘 还跟伴娘说 他弟弟跟另一个伴娘有过关系 就在康纳准备和这个伴娘 嗨陪一夜时 他发现床上的伴娘 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前女友 这就是叔叔说的第一个幽灵了 他将康纳带回到康纳的少年时期 康纳整天和青梅竹马的珍妮在一起 少男少女之间暗生情愫 少年康纳为少女珍妮拍下一张照片 并认真地说会永远珍藏她 那会儿的时光 想想真是非常幸福啊 但很快康纳的父母就遭遇了车祸去世 康纳和弟弟以及珍妮成为了最亲近的人 到了中学时期 康纳和珍妮变得更加成熟了 少年的心思也更加强烈了 但两人一直没有敞开说明 他们一直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康纳也想试着和珍妮从朋友发展成情人 但中途杀出一个成耀金 把她的好事搅黄了 康纳沮丧地跟叔叔吐露心声 叔叔便开始教她游走情场的秘诀 康纳很快得到叔叔的真传 成功迷倒了第一个对象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女幽灵 后来到了青年时期 康纳留着故作文艺的长发 游走于各个女人和派对之间 但是康纳还是没把珍妮拿下手 因为珍妮不喜欢她这种游戏人间的态度 撩妹技巧炉火纯青的康纳 认真的对珍妮展开了一番猛烈的攻势 珍妮以为康纳改了性子 终于在几周后恢复了她 就在这一晚 康纳有那么一瞬间爱上了珍妮 但她秉持叔叔风流人士从不外宿的原则 爬起来拍拍屁股就离开了 甩掉了这个自己喜欢多年的女孩 珍妮被她伤透了心 从此以后康纳就成了现在的花花大少 变成了上千女人的梦中情人 场外的康纳看着这幅场景内心十分复杂 接着她就从被无数女人纠缠的噩梦中惊醒了 开酒平时不小心将明天婚礼 要用的蛋糕支架弄倒了 这下子完蛋了 肯定所有人都以为是她故意这么干的 蒂西暴躁地对她破狗大骂 为了赎罪康纳只得自行善后 珍妮趁机嘲讽她 康纳在经过刚刚的事情之后开始后悔了 她想和珍妮重归于好 但珍妮不信任她 拒绝了她的示好 之后康纳再次回到房间 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她以为是第二个女幽灵 吓得逃出了酒店 准备开车离开时突然冒出来另一个前女友 没错 这才是真正的第二个女幽灵 这次她们没有穿越时空 而是回到了婚礼彩排现场 看到人们在她走后玩得十分开心 康纳有那么一点沮丧 这是弟弟说起小时候的事 自从父母车祸后一直是康纳照顾她 而康纳那时还只有七岁 所以对于她来说 康纳既是朋友又是家长 虽然因为康纳的一些品性 人们一直把她当成笑话 但对弟弟来说 康纳是她唯一的亲人 一番话说的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康纳从没想过自己 在弟弟心目中这么重要 她的内心好像有了点波动 之后他们看到了珍妮 珍妮在独自伤心的修复 被康纳破坏的蛋糕 这是一个衬衣男冒了出来 陈衣男是弟媳给珍妮介绍的相亲对象 所以康纳对她没有好眼色 陈衣男趁着珍妮伤心赶紧安慰 康纳看不下去了 又去到另一个前女友的公寓 结果看到三个前女友坐在一起声讨她 康纳不明白为什么女孩们都这么恨她 这时叔叔的灵魂出来解答她 因为女人不喜欢被欺骗 说着天空下起了雨 这是康纳一生中骗过的所有女人的眼泪 康纳也被自己从前的骚操作 惊呆了 她吓得赶紧躲回车上 之后康纳回到了婚礼彩拜现场 发现弟弟和弟媳正在吵架 原来弟弟和伴娘有救的事被抖了出来 康纳想帮忙 但是越帮越乱 最终弟弟都忍不住给康纳下了逐科令 大受打击的康纳气愤的跑出了酒店 这时第三个女幽灵出现了 出乎意料的是 女幽灵她不认识 女幽灵一路带着康纳来到一个教堂 原来他们来到了未来时空 此时珍妮正和陈一南进行婚礼 康纳焦虑的想阻止婚礼 但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康纳看着他们幸福的背影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她在婚礼现场还发现了弟弟保罗 保罗的手上没有婚戒 原来因为康纳的破坏 弟弟最终没能结婚 康纳跟着弟弟来到一片墓地 发现这是自己的坟墓 可是送葬的人只有弟弟一人 这也太凄惨了点吧 康纳不相信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怀念自己的 叔叔的灵魂出现 说这是她自食其国 接着康纳就被推进了文墓 康纳从噩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酒店的床上 今天是弟弟的婚礼 还有机会不救 可是弟弟已经取消了和弟弟的婚约 康纳开车去追弟弟 十分诚恳地向弟弟道歉 并成功地劝回了她的心 两个相爱的人 为什么要为过去的事情戒怀呢 错过彼此才是更大的遗憾 珍妮对于康纳的改变感到十分惊奇 康纳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珍妮小时候的照片 原来她真的信守了承诺 而这一次她不会再错过自己的真爱 电影最后 珍妮和康纳顺利成章地走在了一起 人们总是会被物质的虚荣所迷惑 遗忘掉自己的内心 有时候或许回忆一些东西 我们会重新找到自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